说真的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体验过 这么有仪式感的交车过程了 我可以保证啊 这是目前路上最吸睛的一台车了 一路上我看到不知道有多少辆隔壁的车 在对我们拍照或者录影 喜欢高调的朋友 这辆车绝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网路创作者Fire了安住 日前因为朋友买了特斯拉Cybertruck 让他能借此向粉丝们开箱这台超高调的电动皮卡 路上都还没有亲眼见识过 而整个交车过程也是充满了满满的仪式感 说真的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体验过 这么有仪式感的交车过程了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辆造型特别的Cybertruck的外观吧 您您看这声音 对于特斯拉的车第一步 我们当然是先检查它的公差 没有想到整体而言 这台车的公差其实并不明显 除了有些塑胶边条不是很平整之外 其他车体本身的公差比我预期的要好太多了 但也因为没有烤漆的关系 车门的边缘用手去摸的时候 其实有一种毛边的感觉虽然不至于到伤手 但这触感跟传统烤漆的车辆是非常不同的 另外大家肯定会注意到 Cybertruck有一项非常好的进步 就是它的前方置物箱的盖子总算全面电动化了 不管你从车内的荧幕或者Front下方的按钮 都可以开启这个巨大无比的盖子 而这个空间娇小一点的女生可能都还可以躺着 我们回家实测这个空间可以放下两个登机箱 但是可能需要稍微挪一下 因为如果角度不对 车厢盖将会无法完全盖上 但很不错的是车辆也会侦测到 并且会自动再开启 而且用过的人就知道 这个电动前车厢实在是太好用了 真的很开心看到Cybertruck开始有这样的配置 接下来来到卡车的重点 也就是车斗的部分 Cybertruck配置有电动后车厢盖 只需要按个钮 这个盖子就会自动开启或者关闭 而车斗尾门的部分也是一个按键 就会自动放下 但是要关起来就得手动了 而且就如同大家所见 特斯拉还非常佛心的 随车赠送了All Weather的地点 帮大家省了一小笔钱 另外别看它车厢盖一条一条的样子 其实它意外的坚固 据说是可以承重约200磅 等于是90公斤左右 那由于这是好朋友的车 我才敢这样尝试 以我肉身的重量站在上面 感觉这些板子确实是非常的坚固 而后面的门板也是一样 坐在上面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扎实 真的不愧是卡车的设计 在车头的后下方其实还有个置物空间 这个开启的方式非常的容易 一点都不费力 旁边这两条灯光在晚上的时候 显得是格外的漂亮 不过这个灯当盖子一盖上后 就会马上熄灭 此外Cybertra的轮胎也是巨大无比 不过大家可能有注意到这台车为什么没有轮框盖呢 这是因为最近的一个消息 特斯拉发现Cybertra的轮框盖会意外引起过度的耗损 所以需要全面重新设计 他们将会在设计完后再补给已经领车的车主们 那由于这台车是非常早期Foundation的系列 我们可以在车身以及车内看到许多Foundation的镭射标志 而就外观而言 其实根据每个人的审美不同啊 这个非常的主观 但我发现在有些角度 这台车看起来除了特别之外 确实是非常霸气的 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到车内 先把车门打开 方法很简单 就是按下车门上这个按钮 门就会打开一个小缝 只不过当用手抓车门的时候 我发现车身是非常容易留下指纹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它的强化玻璃 确实是后 而且是前后车门都有 但也因此提供了更好的隔音 其中最特别的地方是后门 可以开启将近90度 让进出是更为方便 而后座也设计成座椅可以完全立起 只需要拉旁边这个拉绳 很容易就可以让后座成为一个不小的空间 不管是要放比较大的东西 或者宠物要待在这边 这个空间就会变得非常方便 而在前座与大部分车不同的是 在中控荧幕的下方 有一个宽敞的空间 甚至可以放一个背包都不是问题 左长驾驶座因为比较高的车身 加上右方向盘 马上就可以感受到卡车特有的宽阔视野 真的是会让人很难再回到小车去 而从外面看到的G5霸雨刷 其实从驾驶座看出去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但我还是思心希望这个雨刷能够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而方向盘也完全没有了操纵感 不过上面的按钮有更好的回汇设计 跟以前的Yoke方向盘上面的按钮 我们到底有没有按到都不是很确定 这个感觉好非常多 而前档以及车门的白色饰板 这也是Foundation版本所特有的 中间配置一个超显眼18.5寸的超大中控萤幕 以及车顶全玻璃的设计 坐进前座让人感觉什么都变得非常的大 视野非常的宽敞 打开中间置物箱 车主手册以及特斯拉随车附赠的转接头就在这边 下方的空间其实也蛮深的 里面还有个110V的插座 在前方还有两个手机的无线充电座 我的iPhone Pro Max在有上壳的情况下 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回头看看后座 中间的位置只要旁边的带子一拉 椅背就可以变成扶手 前方还有两个置背座之外 扶手的宽度也是非常宽敞的 而以成人来说 后座的空间也是非常之大的 即便车顶的设计是斜的造型 在最接近车顶的位置 离最上方都还有足够的空间 不过这个玻璃真的是非常巨大 我已经可以想象在夏天车内会有多热了 所以特斯拉还特别赠送了遮阳帘 而且仔细一看啊 还是Made in Taiwan的 这边建议Cybertruck要贴隔热子的话 真的要慎选技术好的店家 因为它的前档真的非常非常的深 而在前方磁铁两截式的遮阳板 打开里面也附有化妆灯以及镜子 而旁边的车内灯则是触控式的 整个车内延续特斯拉的传统 没有看到任何的手把 我一直都很好奇 大家会希望这个手把回到车上吗 看完了内装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它的一些功能 以及驾驶体验 在中控萤幕的反应上非常的迅速 而这巨大的萤幕在驾驶时 摄影机的画面是比我的Model Y要好太多了 尤其各位可能要习惯 后照镜基本上是摆设用 因为在车斗盖起来的时候 是完全看不到后方的 但还好中控萤幕的存在弥补了这块视野 中控萤幕的使用方式 就跟特斯拉一系列的车种大同小异 但这边比较特别的是 Cybertruck有几个地方设有电源 其中包含了中控置物箱里 后座的小萤幕下方 以及车斗尾部 而大家也可以透过中控萤幕 来控制这些电源的开关 尤其在车尾除了两个110V的插座之外 还有一个是NEMA 1450的配置 有了它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拿来帮其他的电动车充电 另外由于Cybertruck的气压悬吊系统 可以应付各种越野地形 或者方便我们进出车辆 任君选择 从最低调到最高的设定 大约需要耗时将近两分钟左右 但从最高降到最低就很快啦 因为车子本身的重量 同时这辆车也配备有车内气氛灯 在晚上驾驶起来 感觉是更美丽的一点 特斯拉不但除了车窗玻璃裂痕的膜之外 各位只要在中控萤幕上一直点击车窗 就可以看到杂裂玻璃的画面 以及原因重现 真的可以算是非常会自嘲啊 另外Cybertruck上面总算也配备了我期待已久的盲点指示灯 只要当时角有车辆的时候 红灯就会亮起 而前保感下方的镜头更是实用 当车辆在慢速前进时 这个镜头的画面就会呈现在萤幕上 让停车变得更加简单且安全 如果真的要达到全自动驾驶的话 我觉得这颗镜头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另外在舒适性的方面 Cybertruck的前座都配备有通气以及加热座椅 但是在后座只有左右两侧 而且是持有加热的功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后座前方的小荧幕 除了反应速度飞快之外 它还具备了许多的控制功能 除了可以控制后方空调 观赏影音以及座椅加热之外 最特别是它还可以控制 前方副驾驶座的倾斜角度 真有需要的话 后座的人不必下车 就可以调整前方椅子的角度 但建议不要让小孩乱玩 免得坐副驾的妈妈会生气 还有一定要说的是 Cybertruck的音响真的是非常有感的提升 尤其它的环绕性以及重低音 各位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试看 整体而言 Cybertruck内部给人的感觉 真的很像目前特斯拉四款车 Sexy的合体 只是外观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最后坐着Cybertruck实际上路 感觉又如何呢 由于空气悬掉的关系 舒适性是明显比Model 3以及Y还要更好 而且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马上就会爱上这种居高临下 开阔的视野 如果你是从新版Model SX换过来的朋友 方向盘的适应肯定是没有问题 真的需要点时间适应的就是它的线控转向系统 我朋友刚拿到车要离开停车场时 第一个转弯马上就让他感到惊艳了 转了 转的比想到这么快哦 我真的要用力的打结果 已经过去了 转了一下就已经过去了 这套系统在大车上实在是太好用了 它的回转半性真的跟Model SX感觉差不多 但神奇的是即便回转 方向盘都只需要打不到180度就可以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同样的地方做回转 Cybertruck与我的Model Y方向盘之间的差别 不过这边有一点回转还后 不建议大家像我们平常直接把方向盘放开 让方向盘自动回正 因为这个时候车轮修正的角度 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大 会让你或者乘客下一大跳 那这个可能是在一开始最需要适应的地方 而在噪音方面 可能因为玻璃真的很厚的关系 风阶以及外面的声音是明显减少 但也可能因为轮胎较大的关系 尤其在高速公路从轮胎传来的噪音 反而感觉是更为明显 而另外在后座也会明显听到马达的加速声音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很难说是否有更安静啊 当然可以确定的是 超大颗的轮胎在碾过一些路上的小坑洞时 反而就跟开在平地一样 没有太多感觉了 乘坐起来很像在开舒适性 如同Model SX的Model Y的感觉 最后总结一下这辆车 我可以保证啊 这是目前路上最吸睛的一台车了 我只是不好意思拍其他人 但是在一路上 我看到不知道有多少辆隔壁的车 在对我们拍照或者录影 只要一停车 不管是在商场的停车场 甚至是我或者我朋友家 都会有人走过来询问并且拍照 所以呢 喜欢高调的朋友 这辆车绝对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真理而言 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不错的 开起来真的就是很熟悉的特斯拉 而且我必须要称赞他的公差 比我预期的还要好更多 但同时我也很希望他的续航力 可以再更高一点 由于他的车身庞大 我朋友在开了175英里 将近300公里之后 他的平均电耗是每英里440多瓦时 等于是每公里耗电将近280瓦时 当然更精确的数字 可能要再开长一点的时间 才会更准确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他的电耗是比特斯拉其他车款 要高了一大截 另外目前 Cybertruck并还没有支援autopilot 更不用说FSD全自动驾驶了 这一部分也要等到日后的软体更新 才能够使用 所以暂时可能不是那么适合 做长途驾驶 尤其如果你早就习惯 特斯拉的autopilot的方便性的朋友 从你而言 我在这台车上的体验 是非常不错的 期待未来 有机会可以跟我朋友 开着这台Cybertruck 出去露营 看看会是怎么样的一番体验 就请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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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